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译者 汪春怡 第二章 平静 今天的心灵对话主题是 能掌控心智就能主宰宇宙 不管我们的日子过得多顺遂 小我总是有办法在内心制造冲突 我发现当我越来越快乐时 小我也会跟着变得更狡猾 他会想尽一切办法要摧毁太平盛世 让人生瞬间坠入黑暗中 小我是一部分的你 但不是真正的你 而是迷失的自我 真我 小我具有负面的本质 常利用充满扭曲的想法与看法 不停地对我们施压 要我们相信 我们不配得到爱 快乐与平静 奇迹课程教导我们 我绝不是为了我所认为的理由而烦恼 因为 所有的内心征战 都是源于小我非常有技巧地 将妄想的恐惧伸直于心灵 你越害怕什么 便会越被所害怕的东西控制 除非我们下定决心 要成为自己心智的主人 要不然恐惧的妄想 就会不时出现 一如瑜伽大师所说的 如果你能掌控自己的心智 就能主宰宇宙 现在我要教导的是 昆达里尼冥想法里 非常有效的方法 称为终结内在冲突 这个练习可以帮助大家 解放小我的执着 并从深植的恐惧思维中解脱 步骤一 轻松地坐在椅子上 或盘腿坐在地上 步骤二 双臂往外张开 手掌贴放在胸前 拇指朝上 步骤三 用鼻子呼吸五秒后 再闭气十五秒 步骤四 重复上述呼吸步骤一分钟 让呼吸打开你的心胸 透过心灵修炼 可以化解内心冲突 成为心智的主人 这是今天的心灵练习分享 帮助打开你的内在力量 转化生命能量 谢谢你的聆听 我是Mira 愿你的生活充满奇迹 感恩你和我一起完美疗愈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